一、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看上去好像总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,长相一般般,身材也一般般,学时也一般般,工作也不上不下的,感觉就没什么亮点。 而且天蝎座的人一般在人群中都不是很显眼,因为他们总是低头不说话的,但这都是你们对天蝎的误解而已,天蝎座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有的大局观念的人。 他们的性格沉稳,做事可靠,为人老实可靠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精神很坚毅,绝对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好对象呢。 他们还非常低调,无论做了什么成功的事情,他们从来都不会显摆,所以他们是注定的好苗字,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让他们发光发热而已,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小觑他们了。 他们会晃起来,直交人眼红,而天蝎座,天蝎座的人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,他们自身就是一个颜值高,有学实的薄肩容,而且他们能延伤到的,懂得也特别多,所以朋友们都很喜欢他们。 天蝎座的人员是非常不错的,所以做什么,都很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,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做事低调,所以不熟悉他们的人,才会有看不起他们的错误想法。 只要你真正了解天蝎座的人,你就会知道他们迟早会有灰腾的一天,因为他们自身实力足够强大,人际关系又可靠,是注定成功的。 三,金牛座,金牛座的人虽然低调,而且看起来还整天笑嘻嘻的,总是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,但其实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,也是因为低调而已,他们不仅有小聪明,还有大智慧呢? 只要你跟金牛座的人熟络了,你肯定会喜欢上金牛座人这样的人,而且绝对不会像别人一样看不起他们,反而会变得非常看好他们呢。 金牛座的人工作能力特别强,注定是一个成功的人物。 四,水瓶座,水瓶座人,一个有个性够独特的人,在他们的身上总能感受到一股独特的魅力,而且在他们的脸上, 你是看不出他们的任何情绪,在他们的脸上,你会觉得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,所以不少人觉得他们做不了什么大事,但其实都错了,偏偏是这样肯定的人才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吧。 只是还没遇到贵人罢了,水瓶座人一旦遇到了贵人,必定会成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